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歡迎來到我們最近的影片 最近都在外面拍一些戶外的影響 所以有陣子都沒有拍跟車子有關的影片 不過今天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的好朋友他簽了一台車 其實在入日系車這個大坑之前 我在看的車子大概都是 以歐系車為主 就是歐系的運動化車款 所以我朋友簽了這台車 當時也是我 算是我的一個夢想車 所以我覺得好朋友就是這樣 他今天簽了一台車 然後他就很開心的打電話跟我講說 我知道你之前好像也有想 就是考慮過這台車 那要不要就是我現在簽了 那要不要來體驗一下 這台車的感覺 那那一台車就是 R56的JCW版本 那雖然說他這台車 目前才剛簽 所以沒有做任何的升級 他應該也算是還在摸索的階段 不過我覺得在那個時空背景下 R56的設定應該也算是 滿硬派的一台車子 尤其是迷你他 一直都是以他的底盤設定為傲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們今天 把他開上山路的話 應該也是會 滿有樂趣的 接著的話 在這台車上 也會有些透明的 好 他在那邊 很動 一 兩位先 前面 如果要前面一點你就拉前面一點 那進退檔就是這個 這個是退 然後進是後 所以兩個退 兩個進 等於退 退是前面 對 那進是後面 對 超靠北的 不習慣喔 對 超靠北的喔 先跟你說 等等等等 要慢 在這邊在這邊 中間 有沒有 中間 來我來 左右邊 起霧加下雨 嚇死了 哇靠 這壁畫也太大了 對啊 突然欸 對啊 對 它的 扭力 扭力轉向 會讓人家有一點 對不對 然後它 因為它 它不是四驅 所以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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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那種 會讓人家有一點 對啊 找不到 煞車力嗎 還滿力 對對 對不對 嗯 現在沒有S 所以你看看看 那個感覺 反應滿一拍啊 對 很明顯 差超多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啊 它在 這個車有一個小問題 我覺得它在小小的山路 你要修方板修得 很誇張 就是方向盤比較大的 對 應該是 可能是因為這個的關係 然後加上 它的持筆 我覺得是因為 一個持筆有差 然後它 它你在 打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還好耶 它這個 輪胎什麼的 但因為我輪胎的狀況 好像 我覺得沒有到很好了 有點硬 差不多要換了 沒有想像中的滑耶 比你想像中滑嗎 沒有想像中 好沒有想像中那麼滑 反應而會再更滑 這更滑 因為其實現在又是 對啊 嗯 不過你現在還是有開放滑 對不對 對 防滑是有開著的 它會上啊 我自己是還沒開到它閃過啦 可能我沒開那麼流啦 以前驅車啦 我覺得 以前驅車來說 它算 算蠻高的 有沒有 就是那個衝出來的那個 你那個扭力瞬間衝出來 會 會讓你有一點抓不住 是它的前輪 對 我覺得是前驅的關係 然後這樣我覺得 前輪我現在 胎尾也比較厚一點 也比較薄 也比較薄 但是它還在叫喔 嗯 輪胎氣氣 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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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車滑了 剛剛很明顯 滑了 老闆這邊要小心 這個 我跟你講 我 我 我上次有遇到也是這樣 然後 蹬一下這種 噴出去 真的就是 比你剛剛那個還要噴喔 爽就出去了一下 放掉油門 對 然後這樣高低差 然後這樣高低差 就像剛剛那樣子的高低差 然後 然後就出去了 然後我拉回來之後 我就慢慢開了 哈哈哈哈 你覺得避震 有需要換嗎 我覺得需要 對不對 我是覺得 看你 你的用途啦 如果你是要 山路的話 真的不夠 山路不行嘛 我覺得那個 就是那個穩定性 會有點危險 對很明顯 因為我那天也是在 就開得像你剛剛那樣子的感覺的時候 因為等於它回彈之後 它沒有辦法 就是很穩定 瞬間回正啊 對啊 它就是還是會這樣 上下左右 對對對 然後你的 就有點 你知道不到車身的動態 而且可能輪胎 要換了 比較舊也有點關係 對我覺得有差 三年了 所以差不多了 明年應該就會換了啦 過晚年 我是過年前 農曆過我年前 把它換點 可是我覺得它的 就是現在也是用 那個一般模式 對啊 它的其實變速箱的 進退檔的 非常好 對 它還 就是它還蠻積極的 對 我請它幫我reset 就是 電腦幫我重鬆 然後以我的 沒有欸 因為我覺得有些車 它就是 它有那個學習功能 可是我覺得它沒有辦法 就是真的很 很那麼那個 學習得到就是那麼 駕駛人的習慣對不對 對那麼精確 但我覺得它蠻準的 對啊 因為我 那樣開頭 欸 進退檔好像也來 很OK 對啊 對不對 它蠻剛好的 對 它還抓得住嗎 可以啊 對啊 對啊 我想說 剛剛那樣就有點滑了 對對對 剛剛那邊 剛剛那邊 對 剛剛那邊 我們就說 它 好 你好 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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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